今天是公大公體驗的第二天 那我們今天呢要到他們的秘密小房間 去給大家看他們的各種 一個叫蓄手的技巧 然後 這個是要出貨的吧 然後你看這裡 它在這個工廠裡面呢有一個小房間 這個房間有他們各個技術的展示 那我就問他們嘛 這個房間是平時 就我們一般人可以來的嗎 他說不是給一般人來的 他們的顧客才能夠 有交易的顧客呢 才能夠來就是看的齁 所以這個潛入調查很有價值各位 今天就給大家看一下日本的最古老的企業的這個 工匠的一些小秘密 你看就在這裡耶 好香喔 Hinoki的味道喔 就在裡面有他們所有的技術展示 那我們進去吧 醬夢工房 那我們 去看吧 好 首先這個 首先 如果你們要 了解 金剛主 他的顏歌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這裡 看從 五七八年開始 我上一集就跟大家講 他們的這個創業呢 是一千 大概一千五百年前啦 一千四百多年前 我呢 我呢 這個 是 好可不可以 不想說得到現在 指定的字 現在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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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的字 是用心點的字 是用心點的字 這是お客様的字 是嗎 是的 指定的字 是人的字 是人的字 這個開始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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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字 一條字太小 出雲大色耶 這個山外的分析 這是他們的顧客 所以你看他們在很大的那個神社的品牌的後面都放這個樣 因為是顧客 我覺得很神奇 這是四天堂師的護士のドアの上から写した写真 これは八角堂 八角堂の屋根が八角堂けど胴体が丸やね 円になっている ちなみにこの時の材料は台湾避難し 昭和50年代 この時代は台湾の木 台湾のヒノキ 約50年前 この時代の知人の棟梁 一聞聞 このヒノキは日本のや台湾のや台湾の 他のことは明らかに聞く もちろんに聞く もちろんに聞く こちらはどういう着物ですか 毎年1月11日に 今後の仕事を始めの儀式で チョンナでは木の道具を見せる チョンナの当主が ここから仕事を始めます その時に着る衣装がこれ え〜かっこいいですね 平安時代の貴族の台湾の 大体キモノがこうやらないかというのはあれで はい それからずっと来た これですね 對 在我身後的這個呢 就是用木材建造的寺廟模型 かっこいい かっこいいですね 有機梅的那種 この上の方が多い この上の方があります 我們一看一下 喔 它後面是讓你看它裡面的動罩耶 你可以這樣子爬這個階梯上去 在上面去看它裡面的動罩 不錯 かっこい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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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ナイスね 亂中有序 很複雜 但每一隻都很重要 そう これ 老鼠應該也沒有辦法走嘛 不用任何釘子 不用任何的接觸材 對 哇 這是人類的極限耶 你想一下用手工 然後只用木頭 可以到這個境界 就是已經來到這裡 就是到這種地步 已經不是說實不實用了 如果你要做一個蓋一個東西 很大的 只用機器化就可以了嘛 那他們就堅持用這種手工 自然的 見到床にヒノキを使う理由は何ですか やっぱり 強度 強度もあるし 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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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說強度啦 那這個強度裡面就包含說 就 ヒノキ的味道嘛 從不是很喜歡 所以蟲害還有蜂害那些都 沒有辦法影響到ヒノキ 就是它的就好的地方 所以看得見外面一層呢 用ヒノキ去做的話呢 就是比較耐久 那這種建築通常都是50年到100年 會再重修 那時候呢就把裡面的這個山木呢 給換掉 那這個山木呢其實它也是好玩 嗯 嗯 對就木比較軟 就這裡面你有三四種木頭 那各位 雖然模型是看不出來 好像這麼長的這個木呢 是 就 一個木去做的 但是你想一想 真正的這個長度 怎麼會有這麼長的木頭呢 沒有啊 對 那這個時候呢 就要用到他們的技術 蓄手 蓄手 続いて 今天的關鍵詞 今天的關鍵詞 各位你們要記起來 我們來去看一下蓄手的 這是到底是什麼樣的概念 喔 你看這裡有各種各式的木製玩具 像玩具喔 這些呢都是他們的技巧 然後在這裡展示給大家看 這是實製 那是簡単的 簡単嗎 這個簡単嗎 對 對 對 欸 待って 簡単って言われても 欸 等 ちょっと ちょっと待って 啊 啊 三つになってた 四つ すごいね 見て 你看 你看 是這樣的 一緒ですね 四つ一緒 これですね 耶 這個 これ合ってる 好 気持ちいい 因為它感好耶 こうで弄って こうしてから 正解 正解 よーし よーし よっしゃ これで宮城に昇進しました レベルアップ 太陽 這麼高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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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啊 我記得 我版面臨 我版面積楓 我版面積楓 一般的 我版面積楓 以外の 初曲的 初曲的 aunque我只能說 我可以不要 噢,真的不要 Combat 我 lab不太 太過ぎて分からない 簡略、簡単にする方法 もっと複雑する方法 それは約300ぐらいかなと思うんだろう なるほど 建物によっては強度を考えて これは簡単でいけるなって言ったら 簡単な継手を使うと 継手というのは どの場所へ持っていくかで 大体決めるから 縦にするけど 横にしたら振り取れる これは縦にするやつ 横にするやつ 横にするやつは横にする 一番強い作品 一番強い作品ですか え、你用一下 これは最強的類型 你可以拔も 拔出来看看 ポッ おー すごい やっぱり出現 ねー もしもし おー よし ほんと ほんと なるほどね ここで斜めだもんね はい、なにめだもんね おー すごい これ これ これは不同の色 木頭 確かに 確かに この鞋 通常 見る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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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の木 これは特殊な 知恵比べ 知恵比べ これは この形は 上下にしか発生ない あれ 騙されましたね 見た目からすると これが なんか上から こうじゃないかなって 思うじゃん でも実はこれは 一本の木っていう うーん ここに仕掛けがあるっていう感じだ そう その時に ただ こういう風に 単純に こいつの単純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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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って言い方だけども こうやってやってしまうと そんなに 見えるとこへ もし見えるとこに これくらいだったら みんなで 分かってしまう ここで 確かにね はい こういう風に 繋ぐと どういう風に 繋いなのか 全部がこうなってるんで 引っ張っても 抜けない 抜けないですね 分かりました 分かりました 上下じゃなくて横ですね こうこう そうです 斜め 斜め 斜めか 斜め 今の私は甘かったです これやっても無理だったら それから そうです 無理ですね そうです これ無理ですね 他剛剛有說柱子 從這個角會遇到水 然後開始慢慢的腐蝕上去嘛 這樣他們在換下面這一塊的時候呢 其實斜的也就比較好換 哇 這是智慧 ただただ そう 小さじゃない これだったら まだこうやって出てくるけど 本物って 2,2,3 あぁ 下からです これ えっと… 待って あれ? 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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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え え? このイベンシングで 5重塔 これだけの方法 我身上了 喔 嗯 我身上都打開 我身上都肩上大ют了 在那場面肢股 好心 苦労してまた抜かなきゃいけない でも抜かなきゃいけない 今回は一般で素材だけど こういうのは一頃残らない技術関係ない そうでしょ ちょっとした絵を浴びてもらう 平時這個是真的不能有一點的歪掉 當然有環境的問題 比如說這個你已經消耗之後 你放在那裡他有隱密 他就是可能會彎掉你是怎麼樣的 然後當時當天的天氣濕度還是有影響的 就有時候就是做好了到現場 因為這個很大 就是撞到一半他停住了卡住了 就很麻煩 但他們這個時候是一番成功 他們說是他們平時有做好人的 平時的修德 好各位我們出來了 哇這兩集真的很奢侈啊 因為可以聽這裡的動力啊 他幫我們解說有關工大工 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讓我們去看這個現場 讓Ryu真的覺得在這兩集 學到非常多東西 然後也對日本的這個 傳統文化遺產的技術 就感到很有興趣 對 然後現在就真的很想說去看一下 他們這個金剛組做的 寺廟建築物 很想要現場去看一下那個破壞 因為現在我們懂了你知道嗎 喔 那裡那裡是這樣接的 我就大概都懂了 哇 謝謝 卡住卡住 可愛 所以他送我們這間 Postar Postar Postar呢 哇他們的小手工 這是放名片的你看金剛 可愛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喔 那工大工的體驗還沒有結束 還有兩個影片 我們會 真的手工休息 還有後集 還有後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